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军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7周年招待会 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消息 2024年7月26号晚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7周年招待会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熙联 国防武官李建中 非参议长艾斯库德罗 外交部副部长德维嘉 非军副总参谋长巴兰东 总统中国事务特使严杰奇 司法部副部长卡蒂兹 国警监察长杜莱 卡加严省省长曼巴等军政高层和各界人士 各国驻菲外交官中资机构 华侨华人代表等约400人出席 黄大使致此表示 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最近中国提出倡议 呼吁核武器国家 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或相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再次证明这一点 中国始终是世界繁荣发展的重要机遇 日前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三中全会 就进一步全面生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总体部署 将向世界释放更多红利 促进互利合作与共同繁荣 中非千年友好 不能让海上分歧定义甚至绑架中非关系 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管控分歧 近期双方经过密集磋商 就仁爱交运补达成零时性安排 这一成果来之不易 希望非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珍惜中方善意 共同管控局势 早日归附海上安宁 林武关阐释了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 建设了国防和军队改革发展成就 回顾了中非两军交往历史 呼吁两军关系重回正确轨道 招待会现场举办了图片展 播放了宣传视频 来宾对中国建军节表示热烈祝贺 并对改善两国两军关系 谨言献策 招待会气氛友好热烈 非洲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户介绍